这些香包假冒的都是国外的名牌产品 那么如何让这些离鬼蒙混过关呢 警方调查了解到 不法分子会配上伪造的原厂证货证书 以及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一起打包运往阿联酋的迪拜 在那里按照真品打折促销 以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价格 销往多个国家